您好 欢迎来到中信书院 好书快听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 打破重来 说起当今世界知名的互联网巨头公司 我们能列出一串名单 Facebook Google 还有我们几乎离不开的腾讯和阿里等等 这些互联网企业充满活力 依靠技术革新打破了行业原有的旧面貌 重建新规则 迅速发展壮大 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这些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 不仅可以为更多企业提供丰富的经验 我们还可以从它的发展历程里 总结出不易被察觉的商业规则 帮助我们做好更多事情 这本书的作者叫布拉德斯通 他是国际商业周刊彭博商业周刊的资深作家 也是畅销书一网打尽的作者 15年来他一直持续关注美国硅谷 众多创业公司的发展和变迁 那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里 他就以爱比莹和优步两家公司作为代表 通过对他们发展历程的剖析 向我们展示创业公司普遍会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 以及会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帮助我们用新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企业和事业 那么接下来我就分三个部分 来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以优步和爱比莹为例 来说说这两个最初无人看好的小项目 是如何在行业内站门脚跟的 第二部分讲讲这两家公司 是如何搭建他们的商业帝国的 第三部分我们聊一下成为商业巨头后 他们还遇到过哪些考验 那好了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内容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爱比莹和优步 这两家最初无人看好的小公司 是如何在行业内站门脚跟的 爱比莹和优步这两家公司 刚成立的时候 那使得美国每天都有大量的新公司出现 但是能够长久发展下去的并不多 但这两家公司却成功地做到了 接下来我们就从他们的成立 和拉道的第一笔投资开始了解 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在竞争激烈的战场中 站住脚的 2007年美国的经济和科技 都处在飞速发展阶段 在旧金山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员往来 这样一来住宿和交通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那传统的行业模式 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供需矛盾 酒店爆满 出租车短缺 这时候有四位年轻人从中看到了机遇 认为只要能利用好市场上的闲置资源 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他们把眼光描向了众多的 私人房东和豪车司机 在经过全面的市场调查之后 他们开始着手建立网站 开发应用程序 最终切斯基和杰比亚创建了爱比营 他们的主要业务是短期出租 业主的闲置房间 坎普和卡兰尼克则创立了优步 主要为大众提供豪华汽车的轿车服务 初创公司成立以后 要生存下去都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钱 创始人必须想办法 为公司拉到第一笔资金 但当时的市场投资人 大多是不愿意投资这两个项目的 因为他们认为 谁会愿意住在陌生人的家里呢 又有谁愿意多花一半的钱去打车呢 不过年轻的创始人们并没有放弃 最终爱比营在接连遭到 七位投资人的拒绝之后 凭借在卖片盒上做广告的创意 申请到了一个自主创业的机会 得到红杉资本58.5万美元的投资 而优步在给165个投资人发送了申请邮件后 也终于得到了130万美元的第一笔投资 不过拉到第一笔投资只是个开始 想要在行业和市场上站门脚跟两家公司 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对于爱比营来说 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资源问题 没有房源的话是吸引不到更多住客的 当时有一个叫克雷格的网站 它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租赁平台了 拥有4000多万的访客数量 房源遍布570个城市 爱比营设计了一个软件 把房源的招募邮件 发放给克雷格网站上的房东 成功拉到了大量房源 那房源解决了 还要想办法拉到更多住户 爱比营为自己的软件 开发了一个一键分享的功能 房东可以把爱比营网站上 精心排版过的房屋信息 直接分享到克雷格网站上 再加上爱比营的支付系统更加便捷 所以住户最后一般会选择 直接在爱比营上达成交易 这一方法成功地为爱比营 拉到了大量住户 也让更多人知道了爱比营的存在 那房源和住户都有了 接下来的快速发展就顺利成章了 那我们再来说说优步 对于优步来说 拉到投资后的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领导人 来解决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冲突 因为美国的出租车行业 一直都要求很严 政府会控制出租车的数量 顾客用车也要提前几个小时预约 还经常叫不到车 而优步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规则 它随叫随到 服务也更好 迅速成为了很多人的出行首选 这也直接冲击了 出租车公司的利益 出租车公司要求政府出面 制止这种没有执照的服务方式 那果不其然 政府向优步下发了 勒令停止通知函 如果优步继续运营 将面临高额罚款 面对突发的危机 优步需要立刻派人和政府协商 不过当时公司还在起步阶段 只聘请了一位职业经理人来负责管理 而且这位职业经理人的资历也很有限 只靠他显然不行 这时候 创始人之一的卡兰尼克站了出来 他在之前的创业过程中 有过和政府接触的经验 经过他和政府的亲自谈判 政府同意让优步继续运营 但不能以出租车的名义宣传 这件事让卡兰尼克决定亲自掌管公司 不过开了一个口子 总比严防死守强 有了突破口 优步仿佛看到了光和希望 卡兰尼克也觉得自己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了 那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爱比营和优步两家公司成立以后 努力拉来了重要的第一笔投资 仍需要面对很多问题 爱比营通过创新的营销手段 解决了资源短缺的问题 而优步也与政府部门首次交锋 找到了解决义务和政府监管部门冲突的突破口 那在各自的行业里生存下来以后 接下来爱比营和优步 又会怎么建立各自的商业帝国呢 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要介绍的内容 那为了搭建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两家公司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发展 爱比营选择了通过和竞争对手正面交锋 快速占领了重要市场 优步则凭借独有的行动手册 稳步进入不同城市也拥有了大量市场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 爱比营在发展过程中和桑梅尔兄弟的斗争 2011年初 爱比营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 网站上房间的预定量飞速增长 这时候来自德国的桑梅尔兄弟出现了 桑梅尔兄弟最擅长的就是 克隆大型公司的产品提前抢占市场 然后再把产品卖给这些大公司 从中谋求高额利润 比如他们就曾模仿意趣推出过一个叫阿兰多的拍卖网站 最后以43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意趣 那对于爱比营他们也创建了一家类似的新公司 在德国这家新公司的义务规模 甚至发展到了爱比营的9倍之多 但是爱比营不愿意和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合作 就选择了直接迎战 爱比营的CEO切斯基敲定了公司的扩张计划 重点强调了爱比营的经营理念 坚持要为用户打造一个亲密有温度的平台 从感情上争取用户的认可 他还亲自招聘每一名地区负责人 给新员工培训约见多位房东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向用户传达 爱比营才是用户的正确选择 最终爱比营也确实赢得了这场战争 截止2012年底 欧洲成为爱比营的最大业务市场 2014年初 爱比营的估值达到了25亿美元 属于爱比营的商业帝国 也正式建立了起来 那和爱比营的针锋相对 剑拔弩张不同 优步在2011年 则选择了一种更为稳妥的扩张计划 他准备稳扎稳打地 进入每一个城市 一步步扩大自己的业务领域 优步把第一个开拓目标定在了纽约 但是开局并不顺利 还是因为监管问题 在纽约 他们一直没能和当地的监管部门达成共识 优步只能私下招募 少量司机 那这样一来 能够招募到的司机有限 车辆不充足 这让用户的体验感很差 所以优步在纽约的业务拓展 也非常缓慢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优步的CEO卡兰尼克雇佣了当地的一位前政府官员当说客 去和政府沟通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政府同意了优步可以在当地运营 而优步还针对车辆不足的情况 调整了经营策略 充分利用系统数据引导车辆到需求量更大的街区 那通过采取这些措施 优步在纽约的订单量开始迅速增长 终于打开了局面 那接着啊 优步又结合在纽约开展业务的经历 整理出了一套工作方法 制定了行动手册 在拓展其他城市业务时 勇于参考 那截止到2012年初 优步成功入住了十多个城市 不过领头羊尝到了甜头 很快就有后来的人跟上 先是英国出现了一家公司 以平价的出租车作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这个创意啊 很快被市场接受 这家公司啊 也准备进军美国市场 它们的重点就是 优步所在的几个城市 紧接着呢 美国本土的一家公司 又提出了拼车出行的概念 这种共享出行的方法 能让所有车辆都参与其中 价格也更便宜 那随着竞争对手和共享出行模式的出现 为了保持竞争力 优步在业务产品板块也进行了大的调整 那主要是拓宽产品领域占领大众市场 优步在成立之初啊 用的可都是有服务执照的豪华私家车 乘坐一辆优步汽车 使高贵身份的象征 但是啊市场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 优步必须尽快做出调整 2012年4月 优步推出了出租车服务 乘客可以选择相对便宜的出租车出行 紧接着 公司又推出了名为 优步X的服务产品 加入了更多服务车型 2013年1月 公司在加州率先尝试了 共享出行模式 所有车辆都可以加入优步X平台 为顾客提供不同服务 这一系列的改变 让优步每个月的业务 都已超过40%的速度增长 那好了 以上啊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爱比营通过与桑维尔兄弟的正面交锋 占领了重要的欧洲市场 优步则采用了稳步推进的模式 逐一进驻每个城市占领大众消费市场 这些措施啊 帮助爱比营和优步在各自领域完成了商业帝国的建立 那在成为行业巨头之后 他们又面临着哪些考验呢 这就是我们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 在继续发展壮大的路上 这两家公司都经历了不同形式的考验 我们就来说几个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公司公众形象的问题 怎么处理和政府部门的冲突 还有如何应对新市场的竞争对手 那我们先来说说 关于公司形象维护的问题 两家公司从成立开始啊 就一直在飞速发展 重心呢也都在拓展核心业务上 不过发展的太快 就会涉及到服务跟不上业务的问题 这两家公司在安全服务方面的投入 就完全没有跟上业务发展 比如啊 对于爱比营来说 房东的财产要如何保障 对于优步来说 乘客的人事安全风险怎么控制等 两家公司都没有交出很好的答卷 这也让他们很快尝到了苦头 2011年7月 爱比营一位房东的家被租客洗劫一空 2013年12月 一位旅客因为一氧化碳中毒 在租住屋内死亡 那同一个月啊 优步的一位司机在使用平台系统时 撞到了人 导致一名六岁的小女孩身亡 这些悲剧的发生啊 让两家公司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谴责 公司声誉一落千丈 而面对严重的信任危机 两家公司的高管都立即站出来 承认公司确实存在的问题 给予了受害者家庭巨额赔偿 并同时啊 跟进安全服务 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 建立了巨额的保险赔偿制度 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 用最快的速度处理顾客需求等等 爱比营啊 还为房东统一配备了急救包 烟雾探测器等等 最终啊 两家公司都通过实际行动 有效减少了安全问题的发生 也重新帮自己挽回了口碑 那从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出 公司业务出现了问题 不要怕 正面积极地去处理解决问题 立刻跟进相关的服务 和采取改进措施 是最良好的公关手段 新业态的产生 难免和旧的制度发生冲突 对于这两家创新公司来说 另一个重要考验就是 和监管部门的冲突 和传统模式完全不同的运营新模式 让两家公司都打破了各自行业的传统规则 也直接挑战了监管部门的权威 所以啊 他们一直在和政府博弈 试图寻找出最完美的发展模式 不过啊 在具体执行上 两家公司又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爱比营的理念是 主动和政府合作达成共赢 当时啊 政府对爱比营最大的质疑是中介的问题 这些有很多套房产的中介 本来应该正常缴纳租房收入的税收 但爱比营的平台帮他们成功避开了这些费用 那面对这种情况啊 爱比营一边在平台清理类似客户 一边提出代征税款的提议 也就是公司会对爱比营的房东 代收11.5%的营业税款 然后啊 再交给政府 这解决了政府最担心的偷税漏税问题 这个提议啊 不仅解决了政府税收的问题 也为房东提供了便利 最终啊 爱比营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很多城市都允许了爱比营的正常经营 而优步啊 则选择了一种比较强硬的方式 他决定利用大众的力量去跟政府抗争 在华盛顿 他们给数千名用户发邮件 号召大家反抗政府的抵制行为 在伦敦他们动员了20万名用户在请愿书上签名 给政府施加压力 最终群众的力量帮助优步 在很多城市取得了胜利 政府不得不允许继续优步运营 但是啊 在一些政府态度也很强硬的城市 优步也付出了代价 比如在法兰克福 优步就选择了退出 那除了和政府的较量啊 如何对待不同类型的竞争对手 也是优步面临的又一考验 在前期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啊 优步很少有对手 不过啊 他们在中国却碰壁了 其实啊 美国的互联网公司 一直都很难开拓中国市场 Google Facebook都曾尝试过 结果都失败了 但优步没有放弃 2014年10月 他在中国推出人民优步 又和百度合作抢占了中国 30%的出行份额 这一切似乎看起来都很顺利 直到他碰上了 2012年成立的滴滴 当时啊 优步的公司估值 可是滴滴的十倍 他就想凭借着强大的资金优势 投资滴滴 以换取对方四成的股权 但滴滴拒绝了他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 双方开展营销大战 每年啊 都要花掉数十亿美元 去争夺市场 最终啊 滴滴取得了胜利 那截止到2016年夏天 滴滴已经成功进入了 中国400多个城市 占领了85%的市场份额 优步意识到啊 再消耗下去 已经没有意义了 最终决定撤出中国 把现有业务移交给滴滴 滴滴则把自己 17%的股权给了优步 而在拿到这些资源以后啊 优步则把业务转向了新兴的技术领域 比如无人汽车 以获取更大利益 那对于优步来说啊 这是一次巨大的改变 以前他只会进攻 现在的他知道合作 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 成为商业巨头的两家公司 在前进的道路上 还受到了来自公众形象 监管部门和竞争对手的不同考验 只有处理好这些 他们才能走得更加长远 那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啊 我们了解了 优步和爱比营两家公司 通过多次尝试 拉到了手笔投资 爱比营用创新的营销手法 解决了资源问题 而优步也与政府部门首次交锋 经过一番努力 找到了解决业务 和政府监管部门冲突的突破口 那接着呢 爱比营在面对竞争时 选择了直面对手的挑战 占领了欧洲市场 优步则稳步前进 进入不同城市 拿下大众消费市场 那在成为商业巨头之后啊 两家公司又遇到了 公众形象监管部门的问题 还有新兴竞争对手的竞争考验 最终啊 也都一一化解 那每一个伟大的初创企业 都开始于一个 无人看好的小项目 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和对旧规则的挑战 只有不缺少打破重来的勇气 才能够站门脚跟 那好 以上啊 就是中信书院 本期好书快听 跟你分享的 打破重来 文字版的干货稿 可以在音频页面上找到 我们下期再见 有很多 我可以在音频上 感谢观看